喜劇演員黃昊平近期推出新書 昨天南下前往大雪演講路上發生車禍意外 計程車左側車尾遭後方砂石車追撞 黃昊平與助理噴飛半圈還甩進隔壁車道 所幸兩人意識清楚沒有明顯外傷 而計程車玻璃跟車尾幾乎全毀 場面觸目驚心 黃昊平今天清晨發文抒發心情 提到自己睡不著不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而是壓抑一整天的情緒突然釋放 在床上哭了起來 他提到看完民眾提供的行車記錄器 更驚覺自己跟經紀人福大命大 路上每一個不起眼的細節 冥冥之中都構建了 我們安然走出破爛車子之路 黃昊平也深感活著真好 表示釋放完情緒就繼續好好珍惜此刻 今天也安排去做相關檢查 感謝各界關心 詢文一出一排藍勾勾心友 與網友也紛紛流言打氣 平安就是福 老天保佑 新書一定大賣 希望檢查結果一切平安